各位同學看NF Physics 87年的第五條 A sphere is projected downwards from A with a speed of 10 m per second 接著at an angle of 30 degrees 30 degrees to the horizontal 這個沒有畫出來的 即是打環和這個Horizontal在30度之下寫出去 The sphere rebounds from the ground first at B and then at C 在B點那裡彈一彈,接著在C點那裡再撞到地下 If the collisions are perfectly elastic 撞的時候它說是perfectly elastic 什麼意思?即是說它是一個elastic的collision 是沒有任何的K laws 沒有任何K laws 或者我們說它是ke conserved 沒有K laws 沒有K laws 沒有K laws 接著它想找的就是Horizontal distance bc 是幾遠的 這一節其實是幾遠的 OK 那我們怎麼算這節幾遠呢? 其實我們要算到這節幾遠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知道由B點 由B點到C點它用了多久的時間 還有打環方向它會有多大的速度 有多大的速度 有多大的速度 即是我們有個速度 成為它走多久的時間 我就算到它的距離 對嗎? OK 這就是其實我們需要的東西 說了這麼久 我鬼知道什麼 那就是這個B點 它撞到地下之後 它會彈上來 然後走一個拋物線去到C點 而走這個拋物線的時候 我們知道的是什麼呢? 知道的就是它 這顆球其實是會 A點射下來的時候 它都移一下這個Projectile 它這一下射下來的時候 其實它都 它都可以將它這個Elisal的速度 拆開做打環和打動兩個component OK 那我們要知道的就是 我們處理Projectile 處理Projectile 我們一定會將它的Motion 拆開做打環和打動兩個Motion 基本上我們獨立地去考慮一下它們 OK 因為基本上它們是一些有方向性的東西 是一些Vector Vector 我們將它們拆開做一些 互相垂直的方向的東西的話 其實它們是不會影響著大家的 它們就好像獨立地發生 獨立地發生 我們到最後把它們合併回一齊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們拆開它的時候 我們就找到 打環方向這個就是10 Hos 30度 而水直方向這個就是10 Hos 30度 沒有KE 沒有KE Loss 的Momentum 這些撞擊之下 Momentum 沒有KE Loss就可以了 我們考慮一下沒有KE Loss 其實就是什麼呢? 我有多大的KE撞下去 就有多大的KE 飛上來 好,所以這裡就是考慮的就是 我跌下去 去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我有KE多大 KE沒有減少過 沒有Loss 就會撞上來 OK 還有另外的就是 我在這裡撞的時候 在這裡撞的時候 那就是 打環方向的 打環方向的Motion 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因為我撞的那一刻 其實都是一個 垂直方向發生的事情 撞了下去的時候 影響著垂直方向的 好,所以我們就是計算我 飛到下去那一刻 這裡飛到下去那一刻 我撞到地上那一刻 其實是幾快 好,這個是U 這個是Displacement OK,有一個S來的 然後我想找回撞到地上 的時候有個V 還有我們有的是 垂直方向的Acceleration OK,A是G 所以我們有這個 B2-U2 等於2AS 最後我們要在B點那個B U呢 U是Initial 這裡都是10 浪費30度 OK,2G S是10個M 好,那算了 這個VB2 就是2G 乘10 那G我們用回10 簡單一點 那就是這個 20再乘200 這個是200 再加這個 Size 30度是2分1 10 即是除2 5 5再Square是25 OK,那就加回 即是225 所以VB就是開方225 開方225 即是10 15 對嗎 OK 然後呢 我們就去 再考慮回 15MS-1 其實就不太緊要的 不太緊要 為什麼不緊要呢 不緊要在於 我們在這裡 撞完之後 是15MS-1 撞了下去 接著它用15MS-1 撞上來 向上Vertical 方向 接著我們考慮的就是 它向上 這個是15MS-1 OK 接著就是 去到C點的時候 落地 OK 這段過程它經歷了多久的時間 我們怎麼考慮經歷多久的時間 就是我們計算它整個Motion OK 而因為它是B點地下 去到C點地下 所以在這個 現在這一段Motion裡面 它的Vertical 的Displacement 垂直方向的Displacement 是0 垂直方向的Displacement 它的SY是0 因為我們有這個高度 飛到高一高的跌下來 最後它都是同一個平面 雖然SY是0 這一個就是它Initial的 我們這次第二節這個Motion Initial的Velocity OK 那我們還有些什麼資料 還有的資料呢 就是 它是我們需要找回的時間 還有我們有個A A 到一個形體 OK 足夠資料 S等於 Ut 加 2分1 AtSquare OK S是0 U是15 T 然後這個就是 2分1 GtSquare OK 我們剛才一直 其實我們都是當向下做正的 你看到我們在代這些 下去的時候 Displacement 是正數 所以這裡 這個U 我們應該是向著上 應該是相反的方向 我們應該代回負 這個要小心正負好的問題 所以G一直都是正 好 好 所以調回位置 除一下它 這個就是變成什麼 就是我們把這個調到旁邊 然後脫掉T 所以是15 第二邊就是2分1Gt 就是10 10除2 5T 所以我們計算時間就是3秒鐘 好 3秒鐘的時間 好 接著最後我們就是計算這個 我們就是想找這個SX 橫方向它走了幾轉 S Displacement 這個SX就是我們在B點的時候 那個U X 但是B點的U B點這個Horizontal的 Felocity 基本上就是在A點飛出去那時候 那個 U 那個Felocity 為什麼 因為就是它 打橫方向的東西 就打橫方向 是沒有變過的 這裡 雖然它看到是這樣彈一下 但是其實它發生的事情 全部都是Vertical 撞到地下 然後彈到一個高的地方 然後就Vertical 掉下來 但是Horizontal 你要考慮的時候 其實Horizontal的Motion 是沒有變化過任何東西的 因為Horizontal的Motion 是沒有任何的Acceleration 所以它的U T U 其實就是這個 10cos 30度 再乘回 用了幾段時間呢 從這個B點到C點 就是經歷了3秒鐘 所以在這一節 B去C的這一節 Displacement就是這個了 就是30cos30度 OK 30cos30度 最重要是cos30度 開方3over2 30乘回開方3over2 那就是15乘回開方3 OK 15乘回開方3 那就是25.98 25.98 25.98 M 長度 來的 好,所以進入位置 你看到答案就是C 這個了 26.0 OK 這條問題是比較繁複的 但是呢 我們最重要 這個都是一些projector的問題裏面 我們捉住的重點就是什麼呢 Horizontal 和Vertical Motion 我們可以獨立考慮 跟著 我們Horizontal的Motion 一直都不變 一直都是Uniform Motion OK 而Vertical Motion 它會D-Lock地下 撞完之後 它完全是Elastic 所以我們不用考慮它有Energy Loss 它就會有一樣的Velocity 彈上來 OK 跟著走一個這樣的projector 那我們計算到時間Time-T之後 Vertically 我們知道它travel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拿回去 算回Horizontal的Motion OK 這條問題就是 基本上都運用了很大量不同的concept 的了